不要把对方视为对立或争吵的场合 因为你的今天的重点是想要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有时候在沟通上 实际点跟沟通的方式 在这个情侣之间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课题 因为呢这个对于双方在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 对于别人在沟通的过程 对于自身的理解跟一些事情上来讲 还有大部分在沟通的时候 如果遇到自己在 没有 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 他自己是有一个想法的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可能有痛苦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在对于双方在讨论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遭受到了比如说 比如说质问啊 或是什么时候 在情绪上出现了一些不舒服 那他很有可能就会 没有办法用非常合理的一个情绪 在当下跟你好好讨论 所以就会变得可能会有逃避啊 或者是比如说态度不好啦 然后进而让整个沟通的这个过程 变得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要怎么样去 一件是一件事情的慢慢摊开来 沟通 因为每个人的情绪跟接收到的词汇都是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今天有可能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他就是 对方就是不喜欢 你怎么讲他就是不喜欢 所以你可能就要思考 我们今天要沟通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要尝试去沟通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你一定是基于双方想要更好 或者是你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自己也长期压抑 你想要试着要倾诉跟对方倾诉 想要得到改善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沟通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沟通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 你会觉得我讲了他就生气 那这样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我讲他又生气了 对不对 那我干脆选择不讲 生气然后又不能解决 然后结果搞得冷战什么之类的 但是还是不得不说 就是问题终究是要被正视的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感受 你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开心 另外一个人不好 然后就像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聊天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直对对方好 然后让对方或者是对方对你好 然后让你变成的是一个习惯 忘记这是一个互相付出的一个关系 这不是一个只有谁才应该要对谁付出 没有是这个样子 所以沟通会很重要 那有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不沟通呢 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 当你认真想要把这个问题正式拿出来去讲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爆发的那个状况是 我们可能会分开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个结局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今天你把一个问题讲开来 会大吵一架到可能会分开的话 那这会不会其实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问题 你可能不想跟对方分开 可是因为这一件小事可能会造成你们之间的大吵架 那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件小事 它可能就是一件大事 那到底要怎么正视这个 因为我觉得除了你不想要 我不是说Yang 我说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虽然你可能不想要那个样子 可是你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是一定要拿出来沟通跟解决的 不能让自己处于自己跟对方都处于一个 好像这里可以稍微含糊过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流只会越来越大而已 感谢观看